今天安排這一場真的很意外 因為是在好幾個月前 也沒有啦 也沒有多久以前 兩個月以前 但是以前就知道 因為姨媽也是孫子女兒 她是孫子女兒 因為她以前不會在那裡 是愛自己在那裡 這是難得的 只要我們嘉義有辦這個跟旅行 公益旅行的關係 幾乎所有她的存在 有一本書 是從你到尾嗎 沒有啦 那個瓊子女兒 那個跟母親 跟她母親有關係 四十年的一個和解過程 她過去跟父母就是講 講不到三分鐘就掛電話 因為就是跟母親透過公寓旅行 透過一個彼此一起上路去做旅行的過程裡面 他們就和解了 然後也簡開說 這是十年的一個恩恩怨怨 然後現在 她就跟她媽媽都住在一起 然後兩個人就見得非常好 然後這本書 她上過吳淡如的廣播 廣播節目 然後吳淡如下節目之後 就看著 瓊子女兒就說 哇 這是她聽過最真誠最棒的分享 然後事後就說 邀請她到那個 吳淡如開的宜蘭的民宿免費招待她跟她媽媽 那為什麼會知道 是因為 呃 窮林姐 窮林阿姨需要那個 那種開車的小助理 所以我就被夾帶進去 所以我就一起享受了 吳淡如的豪華小窮陽光民宿 哦 所以這本書就是 尤其是當了媽媽的 有婆媳的問題 有媽媽跟女兒的問題 或是各式各樣女人的問題 其實這本書很寫到心靈深處 對 真的是強迫我推銷 哈哈 我還不知道在這裡這麼寫 對對對 然後他 對 所以請大家就是待會 在分享之後 也可以來傳閱看一下 對對對 非常的棒 因為今天來這裡演講 我有一個用語 要來收會話 那個 聽說他寄來的這個十幾本書 都還沒有付錢 他今天要解一解 真的也有 沒有我的20本 那個阿姨的15本還可以解 然後 所以他們其實都是一腿的 就是有一掛的 都是喜歡這個說公益旅行 但是又常常做一些阿 讓家人常常不能臉受 為什麼 去這條本來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而且是好事 可是要去的國家都很怪 怎麼去的地方都可能 去之後就不會回來了 第二 又夭壽不言 我覺得這個也很怪 都可能會犧牲生命 但是又可能 也沒有國家的保障 可是就是 就是 費用就相當高 這個跟我們昨天 有另外一場 也是他們介紹好朋友 那個 介紹的中南美洲是一樣的 說到中南美洲 大家說 那個是危險 極度危險 外交部說那個是 黃燈 或者紅燈 這樣 說的不是 紅燈黃燈不是那個性別的 什麼 紅燈區 不是 不是 那他去的愛子 我相信 現在是什麼燈 現在是 橘燈 對 這不是紅燈 橘燈是在 台灣的外交部 就是禁止前往的意思 好 好 我寫一下 那個國氣大哥的 那個 不只有黃燈 紅燈 綠燈 還有橘燈這樣 那但是是一個 就是說 台灣過去 我們沒有關係 交友 那是我們的 第二環境 我們所想的客 幾乎 幾乎 都沒有跟你們介紹 所謂的那些 橘紅燈支出 可是我們的 橘紅燈 是我們台灣 應該要去了解 你自己的地方 有的地方 被列為那個燈 搞不好 他們的國家來到台灣 就嚇一跳 我們那個地方 你把我們列入 橘燈 不用巴西 巴西已經 已經是什麼樣的國家了 然後台灣 跟他的關係 那印度呢 那越南 說起來最簡單 越南要怎麼去 台灣沒有 還有十幾萬的 越南 新娘 還是勞工 我們自己的 什麼東西 我看見 水燈 所以車也很可惜 不然 到底對一塊錢 我們是 你燈 我看見 美國 日本 這樣 可惜 好 要再說這個意見 所以他也是 以前 他 是去這麼多 在外國的地方 所以 每次來 都跟他聊聊 沒想到 那錢 這件事 每個人都知道 看政府要如何 他是對 中東有一個 生命的期待 去到國防部局 所以我不知道 他以後 我們大虎私縣 怎麼瞎飛 瞎到人家 都瞎到外交困 如果瞎到國防部就好了 對 拜託給你 國防部出軍 保護 醫師 好 那 這個禮拜 有 我們有一個 消失很久的 陳玉峰老師 陳玉峰老師 旁邊開一個專櫃 還是 他剛才他媽媽 沒有看本 這也是 我害了 看到我們現在偏年齡層都偏低 都 都 都開始年輕了 還說 開始不知道這個人 我是 比較老 我開小店 十四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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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受到他影響 叫做丹玉峰 他以前 說台灣的山林 說台灣的植物 說台灣 其外 都會說到什麼 做生命 做故事 那種的情分 情分 我覺得是 他去聽演講 才不懂 他這次說要折衷 他這幾年齁 他在了解 那個 樂代語的政治學 社會學 跟那個 哲學 之後 搭配他二三十年來 看到的這個 台灣的 哲學山林 所以 他想要來 互利 趕快哲衷 怎麼 致入 這個 和事 這件事 所以我聽到他這樣說 我就趕快 想到有議題性 我們早上 我是要安排 我們的御三里社 外面的廣場 好 教授 我沒有安排 沒有 剩餘 我也要去養 所以這次安排 我想說 不是 因為我們這裡有一個 獨有 中有的 產業工具 我也要去找 產業工具 還要來這裡 然後 他說 他說 他們有一個空間 中山堂 中山堂 這個好久沒有聽到的名稱 又在 吳鳳路 這個剛好 所以 就安排 陳玉峰到那個現場 是我相信 特朗 已經是很精采 的 你好 好 所以 這是 這禮拜五 聽到鳳台來 鳳明無阻 你聽到 後來我們一查才知道 7月12號 就是1994年 那一年 臺灣的林毅雄推動 第一次推動 為何事公投 絕食 所以 那是 你可以做 沒開始 沒開始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好 所以這 有立書的議題 這很巧妙的 好 那講到今天 這個議題 埃及啊 哎呀 這個 應該是很難得 那我想 講那麼多 不如給你介紹 我相信 無關你是想要 理解旅行的 或者要理解 他們的政治環境 那剛好 那你當然也可以問他 一個 從二十幾歲 所以他現在還是二十幾歲 他是 那時候 更乾顧 相當的乾顧 而且相當的 臭老 比我還臭老 有二十一歲啊 二十一歲的時候 有三十四歲的實力 但是 那個現在 不一樣 現在已經到了快二十五歲 但是 超過了 你看 現在連你抽豆腐 那 這個是 他很厲害的地方 那 這方面 你們也可以問 旅行也可以讓你 變年輕 真的 雖然他那邊很刻苦 那 我是 他可以講一下 你比較厲害 他有什麼 做到 他 谢谢大家